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年零三个月 我其实一直都很满意你的工作状态 但是 如果能在工作中更少地掺杂一些私人感情 就更好了 下部项目结束以后 我会成立一个子公司 到时候你可以尝试独自做项目 谢谢带总 我会好好调整状态的 这件事你做得其实挺好的 沈月南走错了太多步了 所以 这些惩罚对他来说是合理的 就算不是为了笑笑 你也会这么做吧 沈月南对于你来说 其实更多的是执念 他走进了感情的死胡同 走不出来了 所以 我特别怕你不他的后尘 因为只有做到真正的放下 你才能遇到对的人 明白你说的 戴总 但是这么多年了 我唯一遇到的对的人就是笑笑 人就是一辈子 我就是不想错过 不想留下遗憾 可是如果到最后还是不行的话 我愿意做他的朋友 一直陪在他身边 你能这么想 我还挺为你开心的 我不是因为我是家行的朋友 所以我才这么说的 我明白 戴总 听说 最近笑笑想在包瑞公司附近 找过工作室 对 他最近在找房子呢 要不 咱们给他办个预热派对 请一些 设计师朋友一起来 很好啊 那 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了 交给我吧 可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是吗 但你也从来都没有让他死心过 你吊着他玩弄他的感情 把他当工具人 怎么 特别有存在感吧 你说的 是我对他 还是他对你啊 陆深和你不一样 他没有利用过我 我做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为的就是让你不舒服 你一次次地拒绝他 他有多痛苦 只有我心里才最清楚 换句话说 他痛苦 比我自己更痛苦 师姐 从大学我认识你到现在 你身边的追求者不断 可你却选择了喜欢陆深 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这大概 就是你的可悲之处 我可悲 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 师姐 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谈一段正常的恋爱 你可以了 说教够了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你说教 你还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吗 你说我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设计师 现在我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了 叫夏天工作室 师姐 不管那个时候你是不是真心 谢谢你 还有 再也不见 雨笑笑 你帮我给他带根花 不如你自己跟他说吧 你告诉他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毕竟我努力了 咱们前段时间 公司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还是平稳过渡了 这说明 咱们瑞克抗击打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某些人呢 也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而且 也还了笑笑一个清白 当然了 包括下部成衣的署名权 也误归原主了 所以呢 我正式宣布 笑笑正式成为一组的设计总监 那么二组的设计总监呢 就由林仪补去 那么大家没什么意见 我就继续了 我有意见 好 你说 这个总监 谁爱当谁当 我不当 余笑笑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你给公司惹了这么多麻烦 你心里不清楚吗 好啊 那我就趁着大家都在 把话说清楚了 袁总 您为了项目 让我去找恒星帮忙 然后一出事 立马撇清与李智杰的关系 再撇清与恒星的关系 哦 对了 您知道 您最让我恶心的是什么吗 是你竟然同意沈月南 替换掉我的署名权 你根本就不尊重创作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我当然要出去 这种企业文化 我一秒钟都不想多待 笑笑 笑笑 三贵 笑笑 怎么回事 没怎么 我就是气不过 你这样让老袁下不来台 我夹在中间很没难 所以你为什么还夹在中间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清楚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清醒 林姨 她有那么多不三不私 不甘不尽的女人 你不离开她留着干什么呢 你还要继续被她骗吗 够了 你是不是傻呀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不用你管 你 林姨 经过这次的事 我对于笑笑真的是刮目相看啊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不愿意承认 于笑笑真的挺有才华的 就算她不去靠任何人 她也能成功 您好 这边结束了 谢谢 不用谢 谢谢 抛开这个事不说啊 她为了保护家衡 选择分手 为了证明自己默默设计 我觉得她是一个 事业认真 对爱情负责的人 我觉得她好像是真的喜欢家衡啊 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拆散这对苦命鸳鸯啊 那不然这样 你就试一试 跟阿姨一五一十地说 没准 阿姨就同意了呢 对吧 你的洛阿姨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么难说话 这个事 太难了 现在新加坡的对赌协议也失败了 我需要用这边的资金去填补 瑞克好像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资金上有问题 算了算了 确实不跟你说了 头疼啊 姐 需要帮主就告诉我 说好了养你的 你呀 笑笑 我想跟你道歉 这次又是什么角度 我想替洛嘉欣道歉 她不该跟沈月南勾结在一起 还在网上 说你拿了她的钱才跟我分手呢 这件事是她说的 她现在知道自己也是被骗了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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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还保证永远都不会骗我呢 我 我现在就坦诚地把一切都告诉你 晓晓 可不可以原谅我 你先走吧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你经常不开心吗 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还蛮幸运的 我好像遇到了一个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人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晓晓 我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你开心一点 你给我写首歌吧 你最爱吃的 抹茶味的 我今天是来给沈月南带话的 他说他不后悔 我和他 其实一直都分得挺轻的 如果一切能重来 我一定不会让他做伤害你的事情 如果一切能重来 我会选择在七夕那天没有撞伤你 你知道吗 那天沈月南手里拿的盒子 里面是想送给你的抹茶味大福 可我不喜欢吃抹茶味 我一直喜欢的 都是巧克力 其实我跟沈月南 在感情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以后不会再介入你和骆家恒的感情了 我今天来 就是想说这些的 还有 好 恒星这件事情我也要跟你道歉 我早点告诉你的话 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些事情 其实 其实这件事你不用道歉的 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你做的 你在中间摇摆不定 我反倒要感谢你 感谢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那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我之前就说过 我说你在设计方面上很有天赋的 所以我真的很想帮你 其实也没什么好帮的 但是 朋友还是可以做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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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昨天喝多了 进 袁总 您的咖啡 谢谢 你今天已经喝过咖啡了 昨天喝完的 还没来得及扔呢 给 今天的咖啡 你怎么了 还生气呢 你别生气了 笑笑 她就那个脾气 年轻人嘛 而且事业正在上升期 想自立门户也正常 那你 听没听见她刚在楼下说了什么呀 说什么了 她说 说 进 袁总 您的太阳花胸针修好了 您看一下 好 出去吧 好 这个胸针 你还留着呀 我还以为太阳花胸针 已经配不上你了 怎么会 对 这是你送给我的呀 陆的美女 我从新闻上看到 你们洛家好像遇到了财务危机 是真的吗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有什么需要 你一定要告诉我 虽然 我也绑不上沙盟 你要不要去看我排练啊 我之前排的那个戏 马上要定演员了 如果选上年底就要演出了 可以啊 而且我还有违爱比的票 包放有龙虾 你呀 对了 我身边正好有朋友要投资话剧 真的 那你能不能让你的朋友 帮我推荐个A卷啊 雨薇 性价比很高 用我都说好 行 那我先问他们要剧本 到时候拿给你看看 好嘞 那周日下午 好 秋日 你有事啊 没事 太好了 水哥 上龙虾 来 你现在这个状态啊 就非常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 追欺火葬场 什么火葬场 追欺 意思就是说 一个男人 在追求他原来拥有过的女人的时候 就要比原来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这种精力就叫做 追欺火葬场 我问你 笑笑有没有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有是有 不过没有第四个人去过 那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去过的秘密基地 只有你们三个去过的秘密基地 那 那我更想去了 那你就求笑笑吧 说不定 哪一天他会带你去 这 这算什么兄弟啊 明明就没有喝 为什么要骗我呢 不行 他要是知道 我跟你去那边了 他非得杀了我不可 对了 应熙没跟你说吗 他们这个周末 好像要给 笑笑弄一个什么 预热派对 你到时当面跟他说就行了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你帮我约他出来就可以了 但 大不了你一年的茶叶我包了 这 我自己的咖啡我也包了 不用你买 你 这么磨磨叽叽 我帮你就是了 一年的茶叶 疼死我了 我 咋 咋 我 你是 这是 我的 我是 你的 你是 你 你 你 我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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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我 我 你 走 我 你 袁一凡 王八蛋 冯鸣 冯鸣 你干吗去 我 出去溜达溜达 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这 没什么 来了 你怎么才来 想死我了 加了个半 出什么事了吗 你这几天 未雨了吗 这几天比较忙 忘了 你的雨 食欲好像不太好 是吗 但是肚子又很大 会不会是生病了 那我这两天 再换一条 怎么了 雨有这种症状 你有没有想过 是不是她怀孕了 不可能 她一直都是一条鱼 是 但我们是两个人啊 你回孕了 一文 我们结婚吧 好不好 可我还没做好准备 这样 我给你一养费 你把孩子打掉 把孩子打掉好吗 我不要钱 不要你跟我结婚 不要你给我们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谁呀 不对 我们一直都有安全措施 这孩子不可能是我的呀 原一文 你混蛋 爸 爸 原来你早就知道 我出去发传单了 自从 上回看到你腿受伤 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 果然 看到你在广场发传单 我当时心里很不识滋味 对 都怪爸爸不好 这么多年 我爸对你母亲的思念 都放在了你身上 对你要求太严厉了 方明 我是希望 能快点让你长大成人 但是没想到给你造成了压力 让你有话也不敢跟我说 没有吧 我 我只是觉得我为这个店 为这个家做得太少了 方明 现在这个店里的生意已经很好了 你还改良了新家破财 以后 就不要这么辛苦地再去发传单了 好吗 我知道了 爸 你呀 你也有自己的梦想 你喜欢开赛车 爸爸支持你 我不会再碰赛车了 方明 我知道 你从夏元星的事情里 还没有走出来 但是那个事就是一个意外 你不要总放在心里 我已经比一年前好很多了 这个我看到了 戴英熙是个好姑娘 跟她在一起之后 你人也积极了 要跟她好好的 加恒 笑笑 你今天真美 我每天都很美的好不好 是是是 每天都很美 我说错话了 原谅我 你不会真给我写歌了吧 我脑海里一直有个旋律 想给你听 不过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你要人写歌给你听 程丰鸣都有信心给他写歌 我也想有 夏远兴会写歌 他是我们的音乐天才 你是我的 设计女神 骆家恒 你怎么跟个傻小子一样 太可爱了吧